三步回归神的国 为什么叫回归呢 因为我们基督徒 已经尝过神的国的滋味 只是我们没有尝住在里头 时不时的落到人的国里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回归神的国 怎么样才能回归神的国 你看伊利亚 他落入人的国之后 神对他说了三句话 圣经真是奇妙 这三句话你不去琢磨的话 一带而过就过去了 但是你去琢磨的话 这三句话就是三大步 将伊利亚重新领回到神的国里 第一句话 伊利亚呀 你在这里做什么 这句话 神对伊利亚说了两遍 伊利亚在那里进了一个洞 就住在洞里 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 伊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 那么伊利亚用外衣蒙上脸 出来站在洞口 这个声音又向他说 伊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看在山洞里 站在洞口 两遍神问他 你在这里做什么 这里啊 这个山洞的意思 就是指人的国 很明显的 就是伊利亚你在人的国里干什么 只要伊利亚还在洞里 他就是在耶洗别的权势里 就是在恐惧里 就是在软弱里 就是在失败里 神说伊利亚呀 你躲在这里做什么 你是属我的呀 你是得胜的呀 你不该在这里呀 你本来不在耶洗别的权势下呀 你本来不该在恐惧和软弱当中啊 伊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想这句话 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的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你们在人的国里做什么 你们为什么待在人的血气里 你们为什么待在人的愤怒里 你们为什么待在人的恐惧里 你们为什么待在人的虚幻 人生的短暂里 你本是神的英雄 怎么在这里做起懦夫来了 你本来是神的先知 怎么在这里做起傻瓜来了 你本来是神的仆人 怎么在这里做起人的奴隶来了 多少时候神不也是这样冲着我们说话吗 很多很多次啊 神就对我说过 远之明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抱怨什么 你沮丧什么 你躲藏什么 你害怕什么 这样的话 我想每个人都听到过 这就是神的召唤 这就是神的话临到我们 某某某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但是我要说 听到这话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这话不是责备的话 是呼喊的话 不是弃绝的话 是爱惜的话 不是结束是开始 是神带领我们跨出人的国 跨入神的国的开始 这第一句话就是 你在这里做什么 每个人都要反省自己 第二句话 你出来来看我的作为 你出来来看我的作为 圣经是这么记载的 耶和华说 你出来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 那时 耶和华从那里经过 在他面前有裂风大作 崩山碎石 耶和华却不在风中 风后地震 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地震后有火 耶和华也不在火中 这里说的你出来 就是叫我们从人的国里出来 从人的权势下出来 从对耶洗别的恐惧中走出来 从抱怨 忧郁 绝望中走出来 从以色列人的座位中走出来 也从自己的座位中走出来 也就是从山洞中走出来 到哪里呢 到山上 到山上以后面对谁呢 不再是面对耶洗别 而是在神面前 神说在我面前 在我面前干什么呢 要看 看什么呢 看我的作为 不要再看耶洗别的作为了 不要老想着 耶洗别怎么追杀你了 不是看以色列人的作为 不是看人的作为 也不是看你自己 胜不胜过列祖的作为 这个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看我的作为 看天地主宰者的作为 人望尘莫及的作为 从这些大自然的作为 从这些超自然的作为 可以看到神的全能 神的全能 远超过耶洗别的全能 也可以看到神的国的真实 远超过人的国的真实 人的国变来变去 变换不定 但是神的高山大海是不改变的 无独有偶啊 当约伯陷入人的苦难 生出抱怨和绝望的时候啊 神也是让他看 大自然的奇妙作为的 神对他说 我离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 风雨雷电是你发动的吗 绍壮狮子是你喂养的吗 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吗 大婴上腾在高处大窝 是你所吩咐的吗 如此等等 约伯呀 不得不说呀 我用手无口 我以前风闻有你 如今亲眼看见了你 那么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呢 也是指着日头和雨水 指着飞鸟和野花 指着大自然 叫人们看见神的大能 大爱大作为 又让人看见他叫风浪平静 让水变成酒 瞎子看见死人复活 等超自然的神迹 他的目的也是叫人们走出人的国 看见神的国 心怀意念转变 用信心进入神的国 他说 我若靠着圣灵做这些事 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所以呢 神要我们跳出人的国 进入神的国的第二句话 就是你出来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看我的座位 第三句话 你回去去高君王和先知 火候有微小的声音 耶和华对以利亚说 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 到了那里呢 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 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护 做以色列王 病高亚伯米荷拉人 杀法的儿子以利沙 做先知接续你 神对以利亚说 你回去 这个话的意思就是 回到你为我刚强 勇敢得胜的状态去 你回去 就是回到你的命定 回到你的本分上去 要知道你是谁 要做回你自己 不要被耶稀别吓瘫了 你不是曾经祷告说 我是你的仆人 又是奉你的命 行这一切事吗 好吧 那你就去高丽 君王和先知吧 高丽就是认命 就是设立 多大的权柄和能力 你知道你的权柄有多大了吧 你知道你比亚哈王和耶稀别 要大得多了吧 你知道你超过一切 有位的 主治的 执政的 掌权的 刚才我谈到过 实际上 以色列王亚哈 和王户耶稀别 连接续亚哈王的 他的儿子亚哈谢 都是以利亚宣告他们的惨死 就是血被狗舔 肉被狗和鸟吃 所以这三句话 刚才讲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 你在这里做什么 是神发出他的呼唤 第二句话 你出来 是神发出他的作为 第三句话 你回去 是神发出他的使命 事情就是这样 当我们听见神的呼唤 不仅听见神的呼唤 而且看见神的作为 不仅看见神的作为 而且接受神的使命的时候 我们就是进入神的国了 这个时候 我们的地位 我们的权柄和能力 就远远的超过人的国了 这个时候 我们的心怀意念 就是宽广的 明亮的 安静的 是充满信 充满望 充满爱的 也就是说 是神国里的色彩和光景 不再是人国里的色彩和光景了 看以利亚 果不其然 以利亚从此在地上 就过着通天的生活 在人的国里 过着神国的生活 在人的国里 做神国的事情 直到他在旋风中 被接升天 在人的国里不见了他 他却一直活在神的国里 一直活到今天 所以神呢 当年对以利亚说的三句话 如今落在我们身上 我想我们就要遵从这三句话 迈出三大步 第一步 就是聆听神的声音 神的声音不仅是指圣经的经文 也不仅是指充满宇宙的 无言又无语的大道 更是指神对一个人当下所说的话 是指圣灵此时此刻的具体的引导 请注意圣经上总是说 神的话临到以利亚 神的话临到以利亚 这些话是对以利亚个人说的 这些话是当下的具体的 一个是对个人说的 个人话的 一个是当下的是具体的 这两个意思很重要 比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 你离开这里往东去 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里西旁 你要喝那西里的水 我以分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你看这多具体啊 是立刻的行动 是个人的行动 接下来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 你起身往西顿的撒罗法去 住在那里 我以分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 这些话都是个人化的 及时的当下的 讲到这里啊 或许有人会发问 为什么我听不到神 对我个人的当下的声音呢 那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条件下 神的声音才会临到我呢 其实呢 这个问题最好反过来问 就是什么时候 神的声音不会临到人 我们看以利亚就清楚了 当耶洗别恐吓他说 明日这时我若没杀了你 愿神明重重降伐于我 这时 以至此后他逃命啊 沮丧啊 求死的时候 神的话一直没有临到以利亚 为什么 因为他的心被人的话占据了 他的心呢 被耶洗别的话 被以色列人的话 被自己想要说的话占满了 可见呢 一个人要想让神的话临到他 他就得挡住避开人的一切话 不在意世上各种各样的声音 也不再着迷于世人 巧舌如簧的妙论 也不卷入世界 像海潮一般的吵闹 归回安息 平静安稳 用心灵 轻轻的聆听 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 圣经上说 神的话不在匡风中 也不在烈火中 也不在地震中 而是在火后 有微小的声音 微小的声音 这是讲的第一步 聆听神的声音 跨出人的国 重归神的国 第二步是什么呢 就是观看神的作为 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 神叫以利亚 看风火地震 神叫约伯 看雄鹰和猛兽 耶稣呢 也叫我们看日头和雨水 神呢 不仅叫我们看大自然的奇妙 也叫我们看超自然的神迹啊 让我们从大自然和超自然中 看见神的国 看见神有多么伟大 和真实的全能 跨出人的国 进入神的国 那么第三步是 领受神的使命 这个刚才也谈到 每个人都是一个 上帝独特的设计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这些都是为了 一个独特的使命 一个独特的命定 那以利亚是先知 那我们不一定是先知呢 有人说肯定不是了 那也不一定 不是先知 也是神的儿女啊 是神的仆人呢 是神的服侍者 神的跟随者呀 是世上的光和盐呢 是临时住在人的国里的 神国的国民呢 所以我们呢 不能沉面于人的国 就好像呢 总以为自己是一只鸡一样 呆在鸡窝里 在地上找食吃 实际上自己是一只鹰啊 这种时候呢 上帝就会提醒你说 我的鹰啊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在鸡窝里做什么 神会说 你出来 你站在山顶上面对着天空 你下去 空中的气流会拖着你 你可以在空中翱翔 你可以在悬崖搭窝 你可以俯冲下去朴实 你还可以返劳还统 以利亚不就是这样吗 我们也可以这样 在耶稣基督里 他给予我们使命 也赐予我们全能 这使命和全能啊 就是我们的双翅啊 谁领受和承担了使命 谁就如同展开了 雄鹰的翅膀 谁就进入了神的国 谁就超越和俯视着 人的国 而不被人的国所挟制 所以聆听神的声音 观看神的作为 领受神的使命 这就是以利亚给我们的人生启迪 这就是我们超越人的国 进入神的国的三步 这就是我们重新获得信心 勇气和胜利的秘诀 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啊 主耶稣 伟大的圣灵 我们的神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把我们自己恭敬交在你的手中 因为我们知道 祂是我们生命的主 生命的根 生命的源头和力量 愿你的国降临 降临在我们的心里 成为我们的信心 力量 全能和得胜 让我们不再忧虑 不再惧怕 我们虽然像以利亚一样 有软弱的时候 但是我们也知道 祢不放弃我们 祢会呼唤我们 我们要聆听祢的话语 祢会让我们出来 我们会出来观看祢的作为 祢会让我们回去 我们会回去承担祢的使命 主啊 不管情况如何 不管人的国里情况如何 我们在祢的神的国里 是震不动的 搞不垮的 主啊 是站得住的 谢谢祢 祢是得胜再得胜的 在世上我们有苦难 但我们可以放心 在祢那里 我们有平安 因为祢已经胜了世界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与我们同行 同在在神的国里 直到永远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别应 优优优独立